你進了沒啊 趕緊啦 這是時代給你的機會 你不去你就沒的啦 我都已經all in啦 趕趕慢慢 OK 小河家我幫忙吃 哦 我不會進去的 哦 什麼鬼啊 過了今天 明天我是他老闆啦 你趕緊啊你 所有人都這麼說 噢 他不成功 我來了 馬上 這部影片啊 真的完美 可以復原了 粉紅吹牛逼的真實度 不僅僅只是吹在這個股市上 在各種概念都可以套用的 比如說我們超音趕美啦 我們收復台灣了 打台灣只要一分鐘就拿下了 美國台灣經濟又怎麼樣了 你看這個美國打貿易戰 絕對是輸的啊 台灣經濟啊 一落千丈 啊台積電是美國的 也是我們中國的產業哦 你看這個日本啊 哇 通縮了三十幾年了 真的是差勁了 你看我們中國最近的這個政策多棒 結果怎麼樣又怎麼樣的 自己月入三五千還欠了一堆債 九九六 你說這樣的人 這樣的認知 去買股票 能如何呢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中國股市暴跌啊 讓許多貸款入市的粉紅啊 甚至是賣房炒股的粉紅 集體痛哭 紛紛要那些吹牛逼的中國財經網紅 或者是專家學者出來賠錢 因為這些人就是聽了這些人吹牛逼之後呢 哎 傾家蕩產呢 甚至千賣生氣 進入這一波啊 中國偉大復興的牛市 對吧 而中共許多的機構跟政府 還有銀行也發文表示說什麼呢 不准用貸款的錢去炒股 而確實有許多網友證實啊 這一兩個禮拜啊 越來越多人去銀行 或者是去辦理貸款 行員都忙不過來了 很明顯 中共政府當初的算盤是什麼呢 讓你們的存款進來 我要把你們的存款都撲走 因為你們不消費嘛 消費降級了嗎 那我要怎麼把你們的這個存款偏進來呢 哎 於是有這波這個中國股市突然一軍突起 對吧 沒想到不少人甚至連存款都沒有 那怎麼辦呢 只好 跑去銀行貸款來炒股 雖然說是貸款人要還款沒有錯啦 但一下子這麼多的人去銀行 借款進入股市再被割一波 說到底都是黨的錢 都是黨的機構 你這樣的意義到底何在 是吧 而且一下子這麼多的銀行的壞賬也會很多 那虧得白忙一場的還是中共自己嘛 所以我們來看這張圖片就好玩啦 粉紅賞紅資金流入是越來越高 然後機構跟主力啊 基本上都是撤離的 還有包含這個外商也是撤離的 我只能說 你們的認知配得上你們的後果 是吧你們都進來接了那我趕快撤啊 像我這種名玩不靈的人 前幾年開始去研究去買這些美股美基金 看到現在在對比中國的股市 我實在是一個字爽 那我們看這張圖啊 中小散戶雖然貢獻是大部分的交易 但部分但分道的利益是極為少數的 那像這張圖他們拿了2017年的例子來看 這些散戶貢獻的82左右的交易額 但僅僅只獲利的9% 那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些粉紅被鐵拳的影片吧 兄弟們兩天已經虧掉60萬了 我再也不想炒股了 不是說這是牛市嗎 牛市嗎 牛在哪啊 我進來就虧錢 8號國金假期之後 我想買都買不上 我靠就漲幾天不就翻倍嘛 然後我就放了300萬進去幹 比我創業虧錢還快 我本來創業已經覺得夠不容易了 今年已經虧了好幾百萬了 本想在股市裡掙回來點 結果兩天虧他們這麼多 我明天再虧 我就真得割肉了 員工都等著我要15號發工資 這都什麼什麼玩意兒 破牛股市 太瘋狂了 你們知道國慶節期間貸款炒股的人有多少嗎 有大行的工作人員表示 他們國慶節7天全在加班 借款的人太多了 系統都卡了 不光是銀行貸款平台軟件 最近的下載點擊也是飆升 很多人都莫名接到了小貸公司電話 一天十幾個騷擾電話打進來 這些人還真是拼命 股票漲了還拼命往你袋裡沖錢 讓一些本來沒往這方面想的人也被誘惑到了 但你們看看貸款平台的年利率 基本在7%到10%幾不等 我們大概有多少散戶去年的收益是超過10%的 我告訴你們 在這波牛市沒來之前 不虧的人也就是收益0%的人 都跑贏了90%的股民 我們都知道貸款的錢是嚴禁進入股市的 包括前天金融管理部門也再次發話了 但數據在這裡 近期申請貸款的客戶的確叫以往明顯多了好幾倍 你敢說這貸款的大部分錢和股市的熱度沒關係嗎 前幾天那麼瘋張 其實你們用最簡單的邏輯去想 連平時都不關心不研究股票的人 都知道要買了 那你想啊 這個世界上賺錢就是賺認知嘛 這個人的認知越早 這個人的認知是現在少部分 那他肯定賺錢的機會就大 如果眾所皆知都有這樣的認知 你覺得在這種股市啊 甚至在這種博弈市場還怎麼賺錢 誰還可以賺錢 那如果連這種平時都不研究的什麼粉紅 都開始在買了 那不割你 我還要等到什麼時候割呢 而這個情況還是建立在 中共國家隊下去套的情況之下 沒有任何中國行業 在這個中國上升的時候是一軍突起的 還有當然還有其他的東西啦 所以你們的認知配得上你們現在的鐵拳啦 我們接著看下去哈 就是我也想請問一下大蘭老師 老師這波牛市是結束了嗎 我到底還要不要無腦衝呢 還是幹我就完了呢 前幾天買的小A的票已經 牢牢被套住了 這兩天啊 全網最紅流量最大的 就得是咱大蘭老師了吧 一個千萬粉絲的財經自媒體 呼籲家人們呢 千萬別慫 十年難得一遇的機會 跟他一起全倉猛猛幹 結果就是天不隨人願 股市大跌了兩天 直接讓大蘭成了全網最大的 這波爆漲的百萬粉絲啊 估計要成為壓死大蘭最後一扯 其實我一直很困惑 大蘭這樣的博主 怎麼可以擁有千萬粉絲 我一個很好的朋友呢 很早就認識他了 當年跟大蘭呢 有過私下許多交流 對大蘭的評價就是 一個敢讀敢吹的棒球 就是為什麼這樣的人 可以有這樣的粉絲數量 一點都不稀奇啊 我跟你講 我在美國的時候 認識一個浙江的朋友 他說 你看吧 那個小陽哥 作用粉絲幾千萬 好像還是一個億啊 我有點忘了 他說 這樣的人都有這樣的流量了 那你說中國這個國家 還有什麼救呢 是吧 一樣吧 在中國就是羅刹國嘛 你越是跟西方價值 你越是跟普世價值相反的東西 你在中國反而是越有流量的 不是嗎 OK我們接著看下去好了 你們都在罵大蘭 我反而真的挺心疼他的 現在我必須要為大蘭說句話 買股票有人逼你們嗎 大家都是成年人 最起碼的思考有沒有 現在我真的想飛去杭州 趕緊安慰安慰他 讓他心裡啊 不要有這麼大的壓力 他老婆呀 也可能因為這件事情 跟他離婚了 所以在這個危急的關頭啊 我能不能嫁給大蘭 不會別的 就會全網虧錢的粉絲出口氣 離得近啊 方便揍他 大蘭 你看如何 什麼事我熬過來了 死在牛市 留了350塊錢生活費 我全部熬硬了 我聽大蘭說的猛猛的幹 說哈幹 媽呀這不是要把我幹死了嗎 還是股市好啊 股市手指清晰一點 就能賠好幾萬 我就要從早上7點 幹到晚上12點 這一天累死累活 才賠個幾百塊 完蛋了 雙重辱華 否認中國經濟 三重哦 否認中國經濟 否認中國股市 又給境外市地低刀子 從7點幹到晚上12點 是吧 如果你有十幾萬的錢 在一兩年前 甚至在今年年初 你買每股每基金 現在不香嗎 硬要入這個龐氏騙局的A股 當然啦 除非你本身就是個高手 你想進去割小粉紅的 而且你是一個機構 你是個主力 那非常歡迎你割啊 你在這個共產黨裡面 你是有內線的人 那我非常歡迎你進去割啊 反正你們最後的錢 也是放在歐美啦 我們記得繼續帶大家來看哦 分析現在的股市呢 我們留意一下 漂亮國的貨幣政策 再看一下現在的經濟大環境 肯定是有大量的資金 湧進投資市場 投資者有信心了 牛市不就來了嗎 小伙子打算買多少啊 打算買個青椒 你超過你 綠色的 來買這個 紅色的 板塊發什麼呢 半導體 哪件開發 愛在生求啊 這才拿到拿 現在大家消費不都回軟了嗎 好什麼的 喂 好久財產還沒到 不夠用啊 家又貴了快 七線 大反 財務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做汽車行業的 難道會騙你嗎 汽車芯片 電池充就完了 你難道不想和我一樣不需要任何人低聲下氣嗎 請借好安全帶 我們出發了 你進了沒啊 趕緊啦 這是時代給你的機會 你不去你就沒的啦 我都已經all in啦 趕快慢慢 OK 小河家我幫忙吃 哦 我不貴進去的 什麼鬼啊 過了今天 明天我是他老闆啦 你趕緊啊你 所有人都這麼說 好 他不成功 我來了 馬上 這部影片啊 真的完美 復原了 粉紅吹牛逼的真實度 不僅僅只是吹在這個股市上 在各種概念都可以套用的 比如說我們超音感美啦 我們收復台灣了 打台灣只要一分鐘就拿下了 美國台灣經濟又怎麼樣了 你看這個美國打貿易戰 絕對是輸的啊 台灣經濟啊 一落千丈啊 台積電是美國的 也是我們中國的產業哦 你看這個日本啊 哇 通縮了三十幾年了 真的是差勁了 你看我們中國最近的這個政策多棒 結果怎麼樣又怎麼樣的 自己月入三五千 還欠了一堆債 996 你說這樣的人 這樣的認知 去買股票 能如何呢 而且這些人平時也是在網路上當網軍的 台灣有淹水啦 台灣這個水生火熱啊 然後自己呢 就像影片裡演的這樣子 我們接著繼續看一下 最後一段影片 還堅信目前只是大漲後的回調 調整下才健康 現在套主不要緊 他堅信只要持有肯定能賺錢 我問他虧了多少 也不肯告訴我 他說等他賺錢了 我可以提要求買禮物 我真是謝謝他 我老公昨天拿著10萬衝進了股市 沒想到這麼快就打臉了 昨天股市劇烈震盪 現是創立時的漲停開盤 然後高開低走 今天股市又是大跌 股票這東西真的是你不買 他一路上漲買了就開始跌 我堵他大概率被套了 問他他還嘴硬 說昨天沒買入 在我追問下說套住了 我又問他什麼時候買的 買了什麼 套住了咋辦 他說追了證券 說牛市肯定買證券股 你不買啊 我們是基本的行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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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去找他啦 我賣房子 我房子賣掉啦 你也打110 最近在中國啊 有一個很愛吹牛逼的大爺啊 整天在公園啊 叫大家買啊 一定長中國有性情 中國最牛逼啊 結果很多人就聽信他的殘言去買了 賠了一堆錢 這個人到現在不敢來公園了 我們從中國的內需來看 中國的11年假大概六七天吧 共有7.6億人出遊 哇 這不知道是台灣人口的幾倍啊是吧 而廉價期間呢 這7.6億人消費了多少錢 7,08億元人民幣 林芝草這個時候肯定會覺得 哎 台灣人又在仇中啊 你看7000多億的消費啊 還是人民幣啊 是吧 但是我們細品一下細節 7,08億人民幣 除以7.6億人口 再除以7天 平均一天一個人 花費130塊人民幣 換算一天只花了575元台幣 出去旅遊 哎 575元出去旅遊 小草 你們連續假期一天花575元嗎 你一天省一點花隨便都過個三五千了呢 更別說出國的每日開銷了 而這個消費額度 跟2019年疫情期間 只少了15塊錢 而這還是建立在什麼呢 中國的各大飯店啊 還有他們國內旅遊的機票價格 全部下調 消費降級的情況之下 才有這樣的消費額 如果維持2019年的這個額度呢 這樣的價格呢 估計這個金額會更少 所以你們還要再跟我說 你看中國廉價好多人出來玩啊 去哪哪哪都排隊 都是反共的台灣人在造謠 中國經濟不好 真的是這樣嗎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 下次見啦 掰 你贏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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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太陽網絡了嗎 我贏了嗎 喔 你贏了嗎